师尊赐予我的功法简直太强了 接下来该去寻找第一种血脉 来为我的六藏吞噬绝进化了 我让你们去查那个莽夫的信息 还有散布魔殿两位 甚至带着魔神诀 重新出示消息的那两个人呢 回 回住上 他们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你确定他们已经死了 确定 确定 我们检查过他们的灵牌了 全部破碎 查 去查 一个月之内查不出来 你们就去炼玉坛里面待着吧 我要的东西你们带过来了吗 回 主上 我现在已经让人去取了 大概很快就能回来 卧槽 这谁干的 我们先进去看看 看看主上找的东西还在不在 这还是人干的事吗 别说血脉 现在这里连零食都没有一颗 这下回去该怎么和主上交代啊 在探索过吸血鬼遗迹之后 斗鹊一拳随着黑旁的地图 来到了另一处密心之地 你看看 你看看 我都说这里有阵法 你还不相信 你个憨批 你知道个屁 这些阵法是在这片空间布置的 我就不信你在主世界的时候 还能探索这一片未知空间的情况 我早就知道这里会暗藏玄机 所以就直接一拳打进空间 要不然就靠我们得找到啥时候 你们两个是不是汉批啊 有不懂的可以问我啊 这方面我擅长啊 你还是去睡会觉吧 你已经摸鱼了好几集了 我都快把你给忘了 话说我们来这里是寻找什么 这里好像啥也没有啊 不是 哥 我存在感有那么低吗 你是谁 你不会是这个球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被封印在这个球里了呢 老弟 你先别急 哥先问你几个问题 哥 你能不能先把老弟我给救出来再问 我现在很急 大型脑瘫交流会 我问你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当然是好人 老弟我可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啊 好 现在确定你是坏人了 一般的坏人都喜欢说自己是好人 嗨嗨 问你一个正经典的问题 你在这里过得好吗 你特么这是探监来了 哥 这些年来我过得很不好 求求你 快来救我好吗 等等 老弟啊 老哥我救你之前需要向老弟你提几个要求 老哥你请说 只要不是那种奇怪的要求 老弟我都会想都不想就答应你 我们宗门缺一个大长老 你考虑一下 至于供奉的问题 做你们宗门的大长老 不行 老哥啊 不是老弟不给你面子 实在是老弟我逍遥惯了 不想有宗门的约束 没事 我们宗门从来不限制别人自由 老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是不给面子了 不是不是 老哥你知道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老哥 咱们商量着来 虽然我不能做你们宗门的大长老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免费做保镖 多长时间都行 商量 不商量了 你继续在这里待着吧 而且我也不需要保镖 我实力够强 能保证我和我弟子们的安危 嗨嗨嗨 可可可 别闹别闹 我做大长老 我做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好兄弟啊 不过做大长老没供奉 你确定要做吗 当然要做 这些凡俗之物 怎能跟我们的兄弟情比 为了我们的兄弟情义干杯 这是什么操作 我这就眨了个眼 怎么就出去了 卧槽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男子 能跟我拼一拼颜值 老哥 你这有点事啊 贤弟 你也是啊 得 称呼都改了 刚才还叫老弟呢 现在就开始叫贤弟了 这感情进步得真快啊 贤弟来 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这是二狗 它是我们宗门的护宗神兽 狗兄 你好 你他妈才是护宗神兽 这是我的大弟子南宫云墨 大长老好 好好 云墨你好 这是我的二弟子张氏哥 大长老好 好好 这是我的三弟子 老哥 好了 你这弟子是用冰块做的吧 慢慢习惯就好了 话说你是怎么被困在这儿的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其实我不是这个未面的人 老哥 我说我不是这个未面的人 哎呀知道了 你是吸血鬼未面 吸血鬼一族的皇族 这些我们都明白 你直接讲你的故事就行了 阿尼不开心的事情都说出来 让我们开心一下 狗兄 你咋知道我是吸血鬼一族的皇族 我还知道困你的阵法不是两仪阵 是两仪三分大阵 你的修为 现在由于天道压制 现在只剩下了你所在的 这个未面的巅峰修为 也就是神皇境界 你 你 你 都是自己人 又不会害你 如果我能说出你的名字 你得被吓成什么样 老哥 你别吓我 这不可能吧 我们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小萱萱 来你出来干活 姓名 思飞汉 姓别 男 中族 吸血鬼皇族 及吸血鬼最高血脉 皇族之上还有真主 不过需要实力触发 身份 吸血鬼一族下任 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直力 现被天道压制 直力散为神皇境界 敌东离大陆 天道之下第一人 你是不是叫思飞汉 吸血鬼一族的下任继承者 老弟 不得不说 你这身份挺牛逼啊 这 这老哥只是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身份 竟然还道出了我的名字 就连他身边那条狗都能看出困我的阵法 看来这几位的修为深不可测啊